欢迎来到南科国际实验中学高中部 本校为南台湾一所完全中学 包含国小部、国中部、高中部以及双语部 位于南部科学园区 地处善化区与新市区交界 附近多农田 视野开阔 高中部建筑采绿建筑设计 共12个班 每个年级设有国际数理实验班 亦设有各项运动场地及宿舍 本校课程强调12年一贯的延续性 结合园区与社会资源 采用创新的教学模式 发展成为以科学教育为重点 人文情怀为根基 是一所具前瞻性且国际化的标杆学校 老师为什么你要让我们参加这次物理演示活动 108课纲的精神里面 最主要的在自然科里面就是谈究与实作 就希望同学能够透过观察实作的课程里面 去了解到科学的本质 那刚好在中山大学的物理演示这个课程里面 他提供了完整的18周的计划 让学生在前期能够学习如何去剪辑影片 以及在实验的时候 他如何使用手机的APP软件去测量那些物理量 然后在中期的时候 透过了分子 他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单元 拿去做物理的演示 当然在实验的过程里面 他一定会拿到选择的实败作者 但是都能够透过拍摄 然后去跟老师去讨论 这个实验的错误的过程 在哪里然后去有话 然后在实验的后期里面 我觉得在这点 其实是跟其他的竞赛里面 最大不同的就是同学 他必须要把他所学会到的物理知识 给他拿出来 那所以透过了同学的检视 然后还有不同学校 其他同学的检视 还有老师的检视 让同学能够更详细的 去说明他所了解的物理 那所以相当的感谢 中山大学严祖强教授 以及学长姐提供这么优质的物理课程 让学生收获满满 为什么要选择你目前的主题进行实验呢 因为 古课定律是我们在国中最一开始接触到力学就教导的代表 其实我们就一直没有机会去做这样的实验 然后高中刚好就这门课有机会做 就是想做最多吧 我讲个原因 第一个是我觉得他比较切合学策的主题 就是虽然说他是高三 但是我觉得学策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出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光的比较有多变性 他比较有趣 我比较喜欢光这个主题 因为我自己对的高师定律不是很熟悉 然后我也想要多学一些有关电子学部分的东西 参加最多这种印象最深刻的事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给老师检验的时候 我们给原置检验的时候 就是他会问一堆有的没的问题 然后就会发现我们就是影片中 其实少给了很多基本的资讯 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件事很重要 不然就是第一次看的人 都会不知道到底是在发生这件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我们要给老师检验 然后跟老师约时间 结果跟老师约好的那一个时间 就突然下起爆了 就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就只能在教室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为我们要拍那个讲解影片 然后我讲解影片的时候 我拿那个自拍镜头 就这样一看着比方 然后看着自己的脸很尴尬 然后又常常讲错话 我就不到五分钟影片拍了一个半小时 在同校同学交友集结院的过程中 有什么特色心得 同学们都很配合 就该做都有做 他们也都蛮懂得很理解 赞 我会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毕竟物理对于我来说 不是一个非常擅长的领域 所以当我有一天可以站在指导方的时候 我会觉得受益颇多 在这种学校的同学交友集结院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 特殊的心得就是 时间真的很难瞧 因为我们大概花了快两个礼拜多 才把时间瞧出来 因为就是大家课程时间都冲突到 然后假日就很多人都没办法 因为有补锡 又有其他活动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可能跟以后工作上 瞧时间也有很大的关系 活动进行到最后 与客人开始前的习家有没有不同 我觉得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的是 我们有想过实验会这么冷啊 我们实际有一个必备的 抢所是要暗处 但是我们就找不到 所以我们之后就脑洞大开 我们就去残葬厕所关灯 就是很可难 但是其实 这是一种经验啦 还蛮有趣的经验 然后第二个是 与外交交友的时候 虽然很尴尬 但是也是一个挺有趣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我们当初没有注意到的点 然后他们可能有做错 一起来做得很完整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学到的东西原本 有跟一刚开始想的 有点不一样 所以一刚开始会觉得 他就跟一年级 还是二年级的 那个探究室做差不多 但是后来因为 老师有教我们剪影片的关系 所以我另外也有学到很多 就是用剪影片表达的方法 参加完这个活动 你得到了什么 就是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 有些时候都是要 用手机的软体去 记录实验数据 只是我们平常可能 拿手机都是拿来打电脑 或者是 蠻訊息 就是学到可以拿手机 有一些软体 可以是用来分析 科学的数据 或者是实验的分析 主要是剪片能力 因为之前都没有尝试过剪辑的分析 因为我在小组影片的定位是负责剪影片 所以我从中获得了剪剪影片的基本能 就比如说上字幕 然后为重点做highlight之类的 随着本次活动进行到尾声 回顾这学习活动的每一个阶段 包含一开始的影片剪辑学习和物理测量软体的应用 到后来的实验设计和拍摄实验影片 以及和学长姐视讯交流 一直到各个阶段的检验 像是校内同学检验 校外同学检验 和同校老师检验 以及最后最后的队长影片制作 我想每一个同学在本次活动的每一个阶段 都付出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而我在制作队长影片的过程中 尤其感到参与感 我的话呢 首先要先感谢老师肯定的能力 那接下来要谢谢同学们陪我们 一起完成这次物理演示的活动 我们曾经在最绝望的情况下 想出解决实验问题的方法 也在快要接近段考的时候 敢报告 敢证书 敢心得 敢影片 因为我们学校的段考 总是比其他学校还要早一个礼拜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第二次段考的时候 我们是一边敢进度 一边敢影片 还曾经忙到半夜两三点 也要谢谢另外一位队长 陪我一起完成这队长节目 那最后要谢谢中山大学 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生活中的物理 最后的每一个检验阶段 像是校内同学检验 校外同学检验 和校内老师检验 我想在每一个阶段 大家都学到很多 包含最后的 随着活动进行到尾声 随着活动进行到尾声 我们回顾本学棋活动的每一个阶段 包含一开始的 A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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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